小助理不慎失手 将满满一杯咖啡泼在老板身上 可他却不知道补救 反而还处在原地笑得不停 眼看老板即将上电视演讲 他却拒绝借出自己的干净衬衣 念对这样的窘境 巴德实在没办法坐视不理 于是脱下自己的全新衬衣 递给朱利亚应急 如此难有力爆棚的行为 让素莱高傲的女政客都忍不住为他侧目 可他不知道的是 巴德对于他的主战派理论 内心始终藏着深深的愤怒 因为自己就是他们政治行为的牺牲体 晚上巴德来到战后创伤护助会 这里都是被政客送上战场的可怜人 受伤归来后因为严重的应急障碍 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普通人的工作 好兄弟巴脸本想和巴德续续酒 可得知他当了警察 甚至在保护那些毁了他们生活的无耻政客 一时之间愤怒不已 巴德无言以对 毕竟他还需要这份工作 来供养家里的两个孩子 第二天上班 巴德突然接到紧急通知 让他火速上楼处理突发状况 他迅速解枪准备干一场硬仗 但没想到只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昨天犯错的小助理被辞退 正在大吵大闹问候朱利亚全家 巴德礼貌地将他请离 一路贴身随行送到大门口 只是没想到前来接他的作家 竟然是一辆价值百万的大陆 很显然小助理的身份并不简单 不过来不及细想 巴德转头看到老板又遇到了麻烦 由于他近期在政坛的表现过于活跃 对前夫哥竞争首相之位产生了威胁 对方正在咄咄逼人地警告他安分守己 巴德为了安全起见请他们进室内再谈 可不料前夫傲慢无比 直接开口大骂巴德为猴子 前夫瞬间傻眼 因为在英国 政客骂混血为猴子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他只能灰溜溜地放走前妻 赶紧打电话向上级报备 朱利亚嘴角微翘 对这个新来的保镖越发满意 但此时巴德却顾不上这些 他正在为儿子的阅读障碍症苦恼 一路上妻子多次打来电话 可出于工作的关系巴德并没有接听 刚接起电话 对面就传来妻子劈头盖脸的抱怨 因为儿子被特殊学校拒绝 他必须尽快想办法另外找间学校 可他一个小保镖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苦恼之际 殊不知后座的朱利亚已经记在了心里 然而等他回到市政大楼 却从国安部长的汇报中得知 一伙恐怖分子正准备袭击巴德孩子的学校 就目前的推测来看 这很可能是对巴德阻止火车恐袭案的报复 伦敦警局接到线报 迅速出动特警对恐怖分子进行跟踪 可追到半路 他们的行踪就被对方发现 于是恐怖分子开着白色火车 突然加速直挺挺地冲孩子们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